我刚开始玩爬的时候 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是个骗子 我跟他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刚开始玩蛇 什么也不懂 那时候也是跟很多在座的各位一样 蛮刺激的想捡便宜的蛇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愿意他 也不能老管他喊骗子吧 管他叫狗圣 当时这个狗圣卖我一条王蛇 这条蛇到我现在还养着呢 很便宜 当时价格应该是在300块钱吧 一条丹姆 当时在21年的时候 一条丹姆的王蛇 卖300块钱算是很便宜了 而且还是一个大鸟子 狗圣卖了我蛇以后呢 我们就平常也会聊天嘛 也是越聊越熟悉 因为刚进蛇出来的时候 确实话很少有人愿意搭理新萌 你作为一个新萌 你的事又多 然后你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请教 别人呢也不一定愿意教你 就在那个时候吧 就是我跟他的交流算是比较频繁 说到这一点呢 其实我还是要谢谢他 如果没有他的话 可能我玩个半年也就退坑了 这一个人想要坚持下来 确实很难 我后来又遇见了我师父 所以他一点点好起来 当然这就是后话 以后有机会再聊 当时我跟这个狗圣什么都聊吧 从日常饲养 当时我们 我现在还记得 当时我们最喜欢聊的就是说 这个蛇长到200克300克 哪一个就是可能手感更好一点 我们会分为什么玉米啊 王蛇啊 鼠蛇啊 一类的去比较 当时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跟他聊天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我也认识了大连很多这种周围玩得比较好的一些老板 没事的时候呢 我也会去他们家里面坐一坐 玩一玩 有几次呢 就提起了狗事 就跟这些老板们聊了聊 就很奇怪 就很多人都说 他是个骗子 当时我就觉得纳闷 入坑的时候 我找他买蛇 他也没骗过我 但是随着我接触的靠谱的一些爬友越来越多 说狗上是骗子的人 也越来越多 直到有一次 有一个爬友 在群里面喊 说他自己的猪鼻生病了 有没有办法可以治疗 他就提供了猪鼻的照片 当时刚学了一点东西 从师傅那里学了点治疗的方法 就像显摆显摆 于是就加了人家的微信 跟这个爬友聊天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个不太对劲 因为猪鼻明显有病态 就是那种兔十日以后的那种销售 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我就管这个爬友要了 他之前的购买记录 他说商家之前有给他发过开始视频 应该不会是兔十所导致的 我说你把视频发我看一下 结果那个视频 就是我很早之前发给狗圣的视频 当时我跟狗圣在微信里面吹水 就是吹牛 就跟他发一些 我新买的一些蛇的视频 包括一些喂蛇的视频都有 但是最让我们想到的是 他竟然拿我的视频骗别人 因为这个受骗的爬友 他买的是条原色 一条原色的猪鼻 而我之前发给狗圣的视频 也是原色猪鼻的喂食视频 狗圣为了骗这个爬友 就把我之前发给他的视频 用去骗人了 出了这个事以后呢 我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了 我也没有说是质问他什么 我觉得比较可惜吧 你说你要不是个骗子该多好 够事 又来说是牧男我的 NOT a 这种药卡 那我想一次 感谢 fitness